这是山东的芥菜 可以做防感冒的辣菜 我们所说的辣菜 就像我们台湾的冲菜 吃起来有芥末冲冲的味道 对鼻炎特别有效 吃了马上通 最近的芥菜搁打 好像是两块钱一斤 这大盐豆过了双酱就冬至 要腌制各种咸菜了 这就是红扁豆了 红扁豆怎么卖 红扁豆的营养价值很高 还六块 多少钱 豆要了你要多少钱 一块吧 一块五 这小萝卜用的可好吃 咱吃不了 这桃子越冷越好吃 经过了双酱特别甜 一斤多少钱 十块三斤 大红桃花 海水越凉 螃蟹越肥 从现在开始螃蟹 吃到明年的四月份 是最肥的季节 这两个菜掉了 我就解采了 好好好 你倒这个好不好 好了好了 你不要买那么多 我再买它 这关上买它呢 四十块 他找的便宜 谢谢你哦 来我来拿 生吃不辣 甜甜的 天口的 怎么还没有看到有卖 这不是全市吗 这个多少钱 十块钱翻斤 这个不用来嘛 昨天吃的甜是可甜 你喝酒吗 我不喝酒 我喝酒 我喝酒 不喝酒 我先算太甜了 十块钱翻斤 你这十块钱 把你痛快 走走走走走 你能说还可以 十元五斤 好像前面有芥菜疙瘩 好像对前面有芥菜疙瘩 走 大头 这个大头先两块 辣疙瘩 辣配 这个一斤两块钱 搓着吃别辣配 对辣配 这就叫芥菜 我们叫做芥菜疙瘩 回家清洗干净 剁这个冲菜 只需要糖和醋 所用的食材都非常简单 但就专用的小工具 这叫做细榻葱 这个细榻葱 要用很长的时间 才能搓完这一个芥菜疙瘩 你看搓得很细 所以一般的状况是做两个 因为做的太多 这个盆子会装不下 搓得很细 体积就很大 看 摊完这一个就用了十多分钟 这一个就摊了这么多 这种芥菜疙瘩 我在台湾种过 有一年 大概十年前吧 我种的我家后院 也长了很多很多 跟我们台湾的芥菜味道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过年吃的常年菜 和这个芥菜是同利 但是这个芥菜是结这个球状体 所以可以做成这种料理 我们山东叫做辣菜 这个辣菜不是辣椒的辣 加上糖 如果你写糖糕可以不加糖 加上糖口味更好吃 特别是腌出来的汤汁 酸酸甜甜 还有点臭臭的味道 写糖糕则就省略这一步 下面就是加醋 白醋 橙醋都可以 在我们家这里是买不到白醋的 我比较喜欢用白醋 做出来会特别颜色好 这个是橙醋 有一种染色的感觉 所以做出来的颜色 就会有比较偏深一点 那要加多少糖呢 不限制 那要加多少醋呢 你看我搅拌一下 下面只要不出汤汁 醋就加从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里面有糖有醋 等一下会腌出汤汁 搅拌好可以装瓶子里 压得比较紧一点 我这个没有瓶子 直接放在陶锅里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密封 这跟我们在台湾做冲菜的道理是一样的 密封下才会出冲冲的味道 那要多长时间呢 放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 也就是三四十度的地方 一个晚上就可以吃了 那个味道非常的冲 所以如果你又感冒 你鼻炎 也就是鼻子不透气 鼻塞 就可以做这样的冲菜吃 现在已经一个晚上了 还打开一层 就闻到了味道了 非常的冲 大家不知道辣菜的味道 就是我们台湾冲菜的味道 常年菜 冬天做出来那个冲菜的味道 这个辣菜我们一般不会用大盘装 因为吃一口就像吃芥末一样 冬天如果你感冒了 你的鼻塞了 吃上一口 马上鼻子就通了 但是还是要盖住 不要让味道跑掉 这就是制作冲菜的全部过程 因为我前面加糖了 所以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不吃糖的人可以一点都不加 味道一样很好吃 但是加上糖会特别好吃 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 奶奶都会这样 夹出一盘来 上面放上糖 我们每个人吃上两口 不吃都不行 就去上学防止感冒 其实小时候很多小朋友是不敢吃的 因为有冲鼻子的味道 但是我深深的怀念这个味道 这个市场上可是没有人在卖 要吃都要自己做 现在很少人会做 冬天一定要防止感冒